這個黑名單篩選 我是還蠻建議各位可以再多多聊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在我們工作 工作上面很多時候就會發現 發生就是說 比如說兩個資料之間到底有沒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哪些是一樣的 那當然 你當然不要傻傻的就是用眼睛去比對 常常會有個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 那我發現很多人他不太會用這個 就像康義福的函數的話 那變成用眼睛去比對 那會很辛苦的 為什麼?因為你要一個一個慢慢看 那假如說新的資料舊的資料 我怎麼知道說哪些地方是有增加的 或者有減少的 那當然你可以用 比如說除了黑名單篩選之外 我們上個禮拜黑名單篩選是 從這個黑名單是要找的 要找的這個對象 就是說要從這裡面去找什麼 這個黑名單然後呢 查詢名單是 我們要找這些清單有沒有在這個黑名單裡面有出現 把它找出來 有沒有 那當然呢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那個康義福的函數的話 那變成會很麻煩 因為你可能要做一整天 做那個有沒有一直 比對吧 Ctrl F就是尋找嘛 你可能Ctrl C 然後在這邊什麼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Ctrl F實際上就是這邊 有一個是 尋找 有沒有在這邊尋找 其實快速鍵就Ctrl F 他也會跟你講 像這個比較常用的那個快速鍵 我還是蠻建議各位可以把它記下來的 然後 這樣其實很浪費時間啦 那當然我這邊 其實上課是希望告訴各位 在Israel裡面是有很多 方式 可以讓你的工作效率可以提高 也就是很快可以把一件事情可以處理完 你就不要拖很久 不然的話呢 這個事情永遠都沒有做完的一天啦 那當然很多時候為什麼在工作上很多人每天都要一直加班 其實很多時候加班的原因 其實大部分發現 都是因為他不會用 對的方法 那當然變成說如果你不會用我講的上康義服好了 那變成你就是什麼 就是要塗髮煉鋼 每次都要重來一遍 那當然很浪費時間啦 當然沒有人很願意說每天就是一定不斷加班 事情永遠做不完感覺壓力就很大 當然如果會 相對的就相反了 馬上做完 做完之後其實 你還可以慢慢去檢查到底有沒有或者是你多出很多時間來反正你就慢慢弄嘛 老闆也不會趕你就是說你到底資料有沒有交出來 諸如此類的問題 那當然你就可以很愜意的工作嘛 OK反正做完了嘛 還可以聊聊天啊 喝個咖啡 吃個東西 其實 也就 沒什麼太大的壓力嘛 所以其實 如果你希望未來工作是很愜意的話 我覺得還是必須要做 就是說 是說剛剛講的 康義福 康義福上禮拜 大概幾個重點啊 第一個 因為這個名單很多 所以我們會先用定義名 因為他這個名稱是 比如說你 這個名稱先Ctrl C 因為我發現 好像上禮拜同學第一個步驟都做錯了 就定義名稱部分 定義名稱的話 記得 就是 我如果要定一個名稱之前 我要先 先 先知道那個名稱叫什麼 也許啦 那偷懶一下 把這個當上面的名稱 上面當名稱 然後呢 選一個範圍 那選範圍呢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慢慢選啦 只是說這樣選沒效率 所以我建議 一定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做 Ctrl Shift向下 那Ctrl Shift向下 他的好處就是 直接可以選到底 那當然呢 整個就選完了 尤其未來的資料量很大的時候啦 當然 切記 不要慢慢選 像有的人 不會這一招的話 就是吧 直接慢慢選 這樣選的話 要選到什麼時候 他大概 一秒鐘大概100筆啦 所以你大概 2萬的話 那恐怕200秒 200秒的話 那不知道多久 所以這個方法絕對 不要這樣用 OK 也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你學完這個課程之後 不要說你Excel 是非常精通的 但是至少也不要 該知道的 技巧 你不知道 那當然 你在使用Excel 就一定 就不會那麼流暢 OK所以 定義名稱 1先給一個名稱 我把這個名稱 複製 2的話呢 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那3的話呢 就直接在上面這邊定一個名稱 定義名稱 上面有一個叫 名稱 應該什麼 名稱方 方塊 或者名稱窗格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加上就可以了 就是加在這裡 記得最後按Enter 你如果按Enter之後的話 那這個名稱就產生了 OK 那以後的話 我們就是 配合一個 快速鍵的F3 這個可怕還是要記一下 F3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名稱 調用出來 所以呢 我們上一次就是拿這個 康義符在這邊 游標放B2 然後呢 插入 函數之後的話 找到那個 這個什麼統計類裡面的 這個康義符 統計類裡面的康義符 然後 再把那個 有沒有 這個康義符 那 這個康義符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其實就是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那以後你只要看到Range Range 顧名思義就範圍了 那範圍實際上 指的就是你要找的範圍 那我們按F3 那黑名單就找到了 也就是意思 第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 你要 去找什麼資料 OK 然後呢 按確定 那第二個 就是你要找的 這個條件是什麼 那我就是要找這個 查詢名單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拿這個查詢名單 去上面這個範圍 找一下 那 康義符意思是說 一符是條件 OK 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康則是算幾個 所以他回來的話 會是個數字 也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 在底下 在上面這個範圍裡面呢 曾經出現過的次數 當然如果有就是一次啦 沒有就是零次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很快就比對了 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按確定之後 那你在向下填滿呢 他就會幫你把全部的資料 一次就 大概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就全部比完了 那最後呢 我們再利用那個篩選 篩選就是 資料裡面這邊有個篩選 那你可以 把 E的部分留下來 然後呢 就可以留下這些 再把 要的這個資料呢 Ctrl-C向下 那把它 Ctrl-C 再貼過來 其實答案就完成了 OK 大概其實你會發現啦 如果做的熟練的話 不到一分鐘 這件事情就完成 但是如果你 不會這個方法 那恐怕你做一整天也不見得可以做的完 OK所以這個差距實際上還蠻大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你如果做會一次之後啦你下一次就效率提高了你可能你的水準就一分鐘 那如果不會的話你就是一整天 那隔一天如果他做一樣的事情你又是要一整天 所以 累積下來的時間你會發現這差距非常非常一整年下來 你就會 變得 比相對起來 哇一個是很有效率一個是完全沒效率 那現在很多企業 都會針對員工做那個 這個績效的評比 他們所謂的KPI 這KPI之下就是 針對你這個員工 給你多少事情 你花多少時間 為公司貢獻多少力量 那給你一定的那個 評比 當然你的你的效率越高 當然給的薪水越高就是你的獎金越高 所以 其實當然如果你希望未來 你在公司裡面是有效率 而且產值又高的話 當然 相對是需要有一些能力 當然 這些東西的話在你 在學校裡面也許比較用不到 所以我之前 有一直跟大家講說 徐啊你可以怎麼樣回去跟 可以跟你 比較長輩啦或者是說你的父母親 這個詢問一下 那跟他們聊啦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會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在目前使用上非常的重要 而且甚至很多人其實也蠻需要把這些學會的 甚至你可以跟他分享說你在學校學的這些 這些知識 他會覺得 太棒了 對他來說 簡直是 開了一扇窗 因為 他想要早下班一直也找不到方法 原來 其實學好之後 也沒那麼困難 為什麼會特別跟各位講這些 因為其實我很多學生 其實都在業界 其實他們 給我的反饋 真的就是差距很大 他常常有 學了之後 真的他們就 第一個工作變得 輕鬆愜意 第二個的話呢 感覺還蠻有成就感的 再來的話呢 真的省下非常多時間 所以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把 上個禮拜的這個黑名單的部分 才會了解一下 那當然呢 以色友裡面 除了這些功能之外 當然還有更多 所以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再來看 其他的範例 這邊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範例 可以做 很多練習 只是說因為我們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可能沒有 每個都細講 所以呢今天接下來呢 我們就再來看第五個單元 那第五個單元 其實 這個單元 他名稱叫 檢視與參照 檢視其實 其實比較白話的意思應該是查查詢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要查 在 這個查詢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用哪些函數幫我完成我要查詢的相關動作 那參照的話呢意思是說我要放在哪個儲存格的位置 找到之後放哪裡啦 OK類似像這樣 那比如說呢 我們這邊 比如說我先找比較 也是工作上會蠻常用到的 像 如果你未來是從事人事相關的工作 HR 現在叫HR 人力資源的工作的話 那你要考評公司 所有的員工的相關的分數的話 然後呢請各位待會幫我開啟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大概幾個重點 你們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他總共會有幾個 這個 這個工作表 包含這個試題 其實 這個 範例基本上也是一個證照的考試題目啦 OK那我是覺得他除了說可以拿來考證照之外 其實拿來練習也不錯 那他的 工作表我們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住專 你會發現住專、領主 跟辦事員還有助理員 你會發現這 四個工作表 長得都幾乎一模一樣 OK 也就是說啦其實當然啦你可以做一個之後把其他的公司複製過去 這樣也是OK的 OK那所以我待會教各位有些技巧 也許你 四個工作表長得都一樣那你要怎麼樣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然後另外的話呢這邊還有牽涉到幾個問題等級 那什麼叫等級 也就是說呢如果將來遇到是優就是95分 甲就是85分 那A加就是95分 A就是95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會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又就是用在這個成績考核 成績考核的部分的話 當然他有 有甲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甲你希望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剛剛是80分吧 還是85分 這個地方有個等級嘛 你甲要變85分 那問題來了你要怎麼樣可以把 某一個 資料轉換成另外一個資料 OK那比如說甲變 就是一個文字變成一個數字 甲變85分 那A減的話呢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也是85分 然後最後把這三個成績 做 平均 OK OK 那怎麼樣做平均呢 當然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加起來 除以3 要不然就是說 裡面有個函數就Average 平均函數 把它平均一下 那 其他還有什麼 這個是等級 然後還有單位 單位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是101的話 那就是 這個單位 OK 那你怎麼知道哪個地方有101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在他的 員工編號裡面 的第幾個字呢 第3個 字開始 345 他這邊就會有個編號 那從他的員工編號 其實你就會看出他是哪個單位的 108 其實就是什麼 總行的審計部 他問題 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要考你單位 就在這裡 單位在這裡 他是哪個單位 你要先 抓住108 然後再去查詢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牽涉到查詢的 這個函數 怎麼查 那其他還有組別 組別的話 其實就編號裡面的第 應該是123456 第7個字 有沒有這邊是A 這邊是B 這邊是C 那會牽涉到他的 組別 哪一組 OK 然後升等的話呢 升等的話基本上就是 這個編號裡面的第1個字 如果是1的話呢 那就是 1的話就是什麼 住專 2的話就0組 一之類推 那我們要把這些資料呢 全部都查出來 所以 待會兒的練習 基本上呢 就是要把 黃色區域 有沒有 這邊有黃色 123 4567 7個問題呢 分別把它完成 所以這一題 當然他有4個工作表 你可能做一個 那要把另外3個呢 也一起完成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請各位 先把這一題呢 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 各位 好 謝謝 謝謝